在近年国内小折运动的风行下 路上的铁马趴趴走 看到这一群随风而来又随风而去的骑士 你是否也想加入他们呢 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出户外 GoGoGo 在节能减碳与强身健体的号召下 小折运动不应被盲目跟进 骑士们要考量的除了实用性 还有在三五公里的骑程后 你还能撑几十公里 上百公里 甚至是环岛一周 我们台湾这个地形地势 又不是说所有都是平坦的 所以它会有这些高高低低的骑服 你骑起来会更是辛苦 所以为什么这个前一阵子 风行了一段的小折的那个时间之后 到最后就不见了 是因为你很难去骑程 或许可以换种方式 你可以骑出自信 骑出挑战 那就是借有人力与动力混合的 电斧单车 让车友不管是爬坡 或是崎岖不平的路段 都能畅行无阻 此种智慧型的电斧单车 可随着人力 环境与地形 做最适当的动力变化 启动电斧器 轻松省力 或是关闭电源 全靠人力来达到更好的运动效果 那我坐上来之后 直接踩就可以了 它就已经开始运作了 对啊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只要去换挡 你的力道就会不一样 每换一挡 你的输出力道就会不一样 它就是一台夹车 那只要你会骑夹车 你就会骑这台车 只是你骑来比较轻松而已 让民众认识电斧单车 把单车运动推行出去 那其滑动活动带着民众 沿着台九线展开一段旅程 让热爱单车的人 能突破体能障碍 原来一台车 吐钻呆丸的梦想 也拉近彼此的距离 以我们的角力 我们去登山车 平常爬个六七十公里 都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就是导证说 细航力有七十公里 那我们就跟着这趟旅行 试试看 对啊 真的很棒 超棒的 从台东关山到池上大坡池 大伙在南代的休闲假日 奔驰于台湾后山 碰闷脚步停下车 享受沿路的风光明媚 手上的相机也闪动不停 终于我们到达了花莲 选择在狱里休息 参与的骑士们 也不忘拆下电池 充电两小时 再经过简单的组装 就准备再出发了 我们这次这个活动 基本里面就有一部分 是已经使用 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的使用者 有一部分是第一次接触的 那这个年龄的分布就非常的广 那因为他们的第一件事 他们想知道就是说 我有你这个车 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感觉后面有人在推你一把 就是我刚提有如神主 突然怎么自己会跑得那么快这样 但是基本重点还是自己要先踩 如你平地 还不错 这两天风雨很大 那平常我们也是没有在骑车的这种休闲活动 所以这应该是永生难忘了吧 就觉得自己真的办得到了 然后回去可以跟老公跟小孩说 我真的办得到 我骑了四天骑了两百公里 从武贺休闲园区一直到北回桂县标志的七百公尺爬坡 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考验 也是团队执行力的表现 很集中 尤其是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 有加这个棉拜的话 电铺车的话 非常轻松可以跟年轻人一样活动 刚开始我没有开 因为我想说挑战看看 可是后来坡度越高我还是挑战一些 还是开了店 那感觉蛮轻松的 其实脚踏车是一个百年的产业 这一百年的它都不会醉 有一个工具可以去让你变成交通工具 又可以让你去这一个平常去旅游 又可以达到健身的目的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恰当的 在Powerwheel风潮概念下 智慧单车让体力不足 或想沿途慢活欣赏风景的单车族 都可轻松胜路 并且加入交通网路的行列 不但为大家带来健康 并达到运动 休闲 乐活的人生 MF GO